蘋果的讀者,大家好 我今天來到西班牙巴塞隆納外海的瑪優卡島 試駕這一款全新的GOLF七代小改款 你也可以稱它是七代半或者是說大規模小改款 因為它的進化非常多 那我們今天試駕的這一部是全新推出的GTI Performance 在小改款之後呢,GTI會有230p 跟這一款GTI Performance 245p 兩種車型 它最大的變格除了動力是245p 最主要就是裝了一具新的DSG七速變速箱 它是從原版的六式濕式雙離合器 變成現在的七速濕式雙離合器 好順好快喔 這一部GTI Performance 它的衝刺感或許沒有以前的車那麼強烈 但是它是一種非常順暢的感覺 在前進 然後這彎道的感覺 非常的順暢 幾乎沒有什麼轉向不足的感覺 它這個新的XDS電子插速器 過彎的動作其實非常自然 這台車幾乎就是可以用非常輕鬆的滋駭 然後在彎道裡面開得非常快 進入車內印入眼簾的 就是這一款新的全新座椅 那它是Performance專屬 主要它這個儀表 其實跟過去已經很不一樣了 已經採取大尺寸的設計 還有這種手勢控制 然後呢 中間的儀表它也有點像奧迪的 有一種全尺寸式的設計 報告